失业后,读诵四百多部《大城黎文字谱光明藏经》工作来找我。 作者,白马卓马 我是从2018年8月左右开始读诵的,当时工作上不是很顺利,家里也有些小矛盾,心情烦躁。 表妹推荐我读的,主要是为了积资敬仗,因为曾有记载说读《诵此经》一遍,其功德和效果即完全等同于念《诵五十万金刚萨朵心咒》加赏功真金纯银三十七堆慢扎三万四千次,未密中之密。 随后我在网上搜索了读诵《诵此经》的感应,主要集中在增加财富方面比较多,刚好当时我辞职在家,就从淘宝上请了经书回来读诵,回向给自己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。 由于要接诵小孩上学煮饭,虽然全职在家,自由的时间也不是很多。 平日功课主要是读诵《读诵三杠五遍此经》,还修大悲咒,绿度母地功课。 在自己读诵了一百八十遍左右,我在公众号看到了读诵此经的分享文章,有幸进入了共修群。 进入共修群的目的,主要是想师兄们如此精进修持,也感染自己每天坚持读诵,不要掉队。 加入共修第二天后,我接到旧同事的电话,介绍给我工作,极力推荐让我去面试。 在这之前,其实我已经通过熟人找了两份工作,自我感觉也是胜券在握的。 所以,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感觉是,又要去基轮考试,有点麻烦,我已经有两个工作机会等住呢。 还有,这是共修的感应吗? 太快了吧。 本住墨有工作,不放弃任何机会的想法,我还是去应聘了。 就像很多师兄分享的那样,这次不是我找工作,完全是工作找我,不停地推着我向前,遇到些小波折,也有贵人主动帮助,让我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。 实践证明,这是我唯一的工作机会,之前自己认为胜券在握的两个工作机会,其实后面都绕无音讯了。 对比那两份工作,现在的这份工作各方面来说也是最好,最适合我的。 在此,弟子至诚感恩佛菩萨护法的加持。 有些时候,如果你所求并未满怨,不要住疾,更不要埋怨佛菩萨,其实是所求根本不适合你,只是你的能力范围无法预现而已。 我先生一直想换辆小汽车,现在的车开了八、九年了,车况各方面都比较陈旧。 本来我正常工作的话,年末是可以换步我们意象中的新车的。 后来由于我辞职半年末有收入,这个事情也就暂缓了。 没想到的是年末的时候,婆婆主动说要添一笔钱给我先生买车,而且这笔钱足够我们不花钱买到原先意象中的新车了。 后来,先生也如愿以偿。 宗萨钦哲仁波切曾经说过,此生了脱生死为第一药物。 佛菩萨善巧方便,以满足我们心中迫切需要为原启度化我们,以便还是凡夫俗子的我们借此认识到佛法不可思议,增强信心,我们更不应该止步于此。 望各位同修,所有共修善愿,皆得满足,精进修行,早正菩提。 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如法的地方,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原谅,感恩大德师兄指正。 随喜所有善知实法不失无量功德,为成就无上佛果,获得究竟解脱,愿以此闻功德回向法界众生,早正菩提。 共诚佛道。 南无阿弥陀佛,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,南无大成离文字谱光明藏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